嗨,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玄奘法师的故事 上期视频我们分享了 戒日王为玄奘法师召开的辩论大会 一连多少天都没有人来挑战玄奘 于是呢,玄奘在印度的地位更加的崇高 最后呢,玄奘也是选择要回国了 那也与戒日王、旧摩罗王以及纳兰陀的僧人和老师 戒险法师都一一告别了,踏上了归途 我们今天继续分享玄奘法师踏上归途的一些故事 看看他最后有没有顺利到达长安 玄奘法师一路向西走,经过了几个小国家 一直沿着这个印度河往上游走 也就是他来时的方向 一路走呢,一路瞻仰佛记 而且也到很多寺院进行传经授法 因为他把他在纳兰陀寺学到的一些佛经啊 一些新的知识啊 在回去的路途当中也是跟一些国家去分享交流了一下 那一路途中呢,也遇到了一些来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朋友啊 一些僧人 所以呢,清说熟路了啊 毕竟已经走过的这个方向 走过了这条路 再重新回去 也有一些老朋友了啊 这也很正常 当地的这些小国家的国王呢 对玄奘也十分恭敬 而且也一路都派随从护送玄奘过境 在经过一个山区的时候啊 这里边经常有盗贼活动 玄奘为了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这些佛经和佛像 怕被强盗打劫和破坏 于是他让有的僧侣呢 让他在前面开路 玄奘和其他随从呢 在后面走 如果前面的这个僧侣碰到盗贼了 就让这个僧侣跟盗贼说 我们带的都是佛像和佛经啊 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意思就是说 我们随对携带的东西 没什么好拿的 就这么 就这样呢 在山里走了一段时间 其实路上啊 也陆陆续续碰到过一两伙盗贼啊 但是这些盗贼呢 也都没有伤害玄奘 走了一段时间呢 又来到了这个印度河边 也就是北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那一带的印度河边 玄奘呢 选择乘坐大象过河 他让随从们坐船过河 而且这些经书和佛像也都随着这个随从们一起坐船 想运到河对岸去 而且这些行李当中呢 还有一些从印度带来的很多奇花异草的种子 他想带回到东土 当这行人在河上行走的时候啊 风浪特别变得特别大 其中的这个船呢 就被风浪给掀得摇晃不定啊 其中有一个看经书的僧人呢 就掉到了这个河里边 大家一起协力才把这个僧人给救上来 但同时也损失了50多本经书 还有一些奇花异草的种子呢 也都掉到河里头 不复存在了 过了河之后呢 就有这个之前路过的加弊师国的国王 听说玄奘回来了 于是就派人前往迎接玄奘 见到玄奘之后就跟玄奘说 听说法师你的经书被河水给卷到河里头没了 是吗 不知道法师是不是带了一些奇花异草的种子呢 玄奘说我确实带了一些奇花异草的种子 国王说啊 那就对了 这个风浪啊 把船掀翻这种事啊 是从来以前就有的 并不是说你这一回啊 以前就有人因为携带了各种种子 想过河 然后就被风浪给掀翻了 所以说自古以来 就有人想就把这些种子带走 都没有成功 玄奘呢 也是在书中记载了这段传说啊 就是说如果有人想把 印度的花草种子带走的话 带离印度 渡过印度河啊 到了这都会翻船 于是呢 玄奘一行人在加比士国 歇息了五十多天 还派人去周边啊 把这个仪式的经本 去周边的一些寺院去找一些 看看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就给抄路一些回来 弥补一下 附近的这个加什米罗王呢 听说玄奘就在附近 他从纳兰陀回来了 于是呢也亲自来看望玄奘 所以说他这个一路走 都一路有很多老朋友 以前见过的朋友啊 加比士国国王又陪同玄奘 一同走了一个多月啊 并且一路参加了圣大的法会 还有一些参拜了各地的圣祭 国王呢又派了一百多人 护送玄奘翻越前面的大雪山 这个大雪山呢 实际上就是兴都库什山 但是玄奘的路线 并不会从翻越兴都库什山 进入中亚地区的乌斯比斯坦 塔吉克斯坦那边了啊 他要走的 他回去的路程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走的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 瓦汉走廊 然后翻越瓦汉走廊 就能抵达今天 喀什的塔城地区 就是我们 我和老王今年夏天 带大家去的那个 塔什库尔干地区啊 就是复古之路 第三季里边的视频 里边也有详细讲到那块 玄奘在书中记载说 山路啊 行走起来特别难走啊 也不能骑马 只能牵着马慢慢通过 当地人呢 就骑着小毛驴给他们带路 所以呢 走起来非常非常艰难啊 山体啊 非常陡峭 后来又翻越了一座 更加高大的山林 山上的风雪特别大 气候特别恶劣 继续向东走了很久呢 经过了几个山中的小国 在一个叫斯摩达兰国 记载了一个当地的风俗啊 据说这里的人啊 是风俗和突厥人很像 女性呢 都会在头上戴一个木头的基角 特别高的一个木头的帽子 特别大啊 木头做的 这个帽子呢 上面会有两个分叉 两个分叉啊 一上一下两个分叉 上面和下面各代表 这个女性 这个妇女的丈夫的父母 上面代表父亲 下面代表母亲 如果其中有一个去世了 比方说父亲去世了 那他就要把上面那个基角掰下来 那如果母亲去世了 那他就要把底下这个基角掰下来 如果父母双亡 那他这个帽子呢 从此就不用戴了 就彻底可以不戴了 这个也是他在路途当中 记录的一个当地人 很有意思的一个风俗啊 我记得我和老王 在新疆骑行的时候 在南疆的哪个博物馆 也碰见过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帽子 我记得当时在博物馆里 也看到一个特别高的 一个木头的帽子啊 有男的戴的 有女的戴的 和他这个记载 这个不完全一样 但是有点类似的那种风俗啊 有点挺有意思啊 当时我和老王还都拍了照 然后印象还挺深 继续往东走 在瓦汉走廊 翻越这个帕米尔高原呢 因为天气太寒冷了 于是呢 也是边走边停 不能说天天都在路上走 气候实在恶劣了 有的时候就是边走 走两天 休息五六天 休息十天 再走几天 再休息半个月 就是这样慢慢的走 在途中呢 还遭遇过强盗 同行的商人啊 害怕遇到强盗 所以有的时候 还不敢往山上走 大象呢 有的时候被碰到这群强盗啊 大象还被吓得也都跑了 跑着跑着 因为路很难走嘛 不平 大象都掉到山谷里 都河里也淹死了 所以他这个仅剩的一头大象 就在瓦罕走廊的 帕米尔高原那一带 就淹死了 盗贼呢 劫略过后就离开了 这个玄奘和商队 这个商人 路上遇到的商队 就继续往东走 冒着严寒 一路跋涉 走出了丛岭 就抵达了今天的 就是喀什地区 也就是古代的 四处之路上的 舒乐国 又继续向东走呢 就抵达了 于天国啊 但我们说这个瓦罕走廊 出来到达舒乐国 他其实他中间还到了 我们去年去的 我们今年去的石头城 那个位置 就是塔县石头城 在那还记录了一个 挺有意思的一个传说 公主宝 还记得吗 如果看过复古之路 第三季的朋友 应该还有印象 一个汉地的一个公主 不是在那躲起来了 后来跟天上的 太阳下来的 太阳中下来的一个神 不是生了个孩子吗 所以他就叫汉日天种 还有记得吗 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为在 复古之路第三季里边 也有石地 跟大家讲过这个事 离开了舒乐国之后呢 就到达了于天国 于天就是今天的 和田地区 于天王呢 听说玄奘的到来 特别高兴 出城迎接 派人演奏音乐 手捧鲜花迎接 因为玄奘之前 在过印度河的时候 遗失了一些经书 所以他在于天国 这段时间呢 也停留了很久 他在这段时间呢 也是派人到屈之国和舒乐国 去求取了一些遗失的佛经 去舒乐国 往回回去就到舒乐国了 那屈之国 有的朋友会想 那屈之国不是秋辞吗 也就是今天的库车 库车和和田 隔了一个塔格拉马干大沙漠 他是怎么过去的 总不可能从舒乐国 绕了一个大圈子过去吧 其实不是啊 其实从和田地区 到秋辞地区呢 是有一条和田河 从塔格拉马干大沙漠 直接穿过去的 所以这条和田河周边就有很多绿洲 古代的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来往 南北来往的交通要道 也是一条商道 所以这些僧人完全是可以通过和田河 抵达直川 到达秋辞地区的 在于天国这段时间呢 玄奘也没闲着 因为再往东走呢 就到达楼兰 楼兰再往东走 就到达大唐边境的敦煌了 所以玄奘呢 在这儿也是想写一封信 上表给唐朝朝廷 因为他当年是偷渡出关啊 因为马上回去了 又想倚仗朝廷的这个力量 去翻译佛经的话 那他必须要跟朝廷打招呼 那朝廷打招呼的人 你就得实话实说 告诉你当初是咋出去的 所以呢 他就给唐太宗写了一封信件 让一个高昌少年随着商队 一同前往长安 给把信件给烧过去了 他向朝廷呢 说明了当年为啥偷渡出关 向西求法的这个事情 也说了这几年所经历的这些种种吧 信件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当年为了求取佛法 不远万里 射流沙 翻高山 渡大河 去到印度 苦心学习多年 一走就是17年了 思乡心切啊 终于回来了 我把这个佛法也带回来了 现在希望唐太宗呢 您呢不计前嫌吧 准许我回国 弘扬佛法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在等待回信的这段时间 玄奘在于田国也是为于田的子民呢 讲解佛法 国王和民众啊 都纷纷归一佛门 每次讲法呢 都有上千人来听 七八个月后 使者终于从长安带回了消息 唐太宗啊 派遣了使者前来迎接玄奘 使者带回来的信件 上面这样说的 唐太宗是这样说的 听说法师前往异域求法 如今归来 朕很高兴 请快些回来与朕相见 把别的国家懂凡语和佛法的人 也都一起带回来 朕已经下令于田各国护送你 人马都不缺 可以放心回来 还命令敦煌官吏半路设立驿站迎接 善善官员在浅末 已经开始迎接玄奘了 于是呢 玄奘得到了这个消息 心里这个包不就放下来了 心里这块石头也就终于落地了 没有被皇帝怪罪 怪罪反而还给他安排这么周到 玄奘立刻动身启程 于田王又献上了许多财宝 一路护送啊 一路送别 玄奘实际在于田国待的时间很长 而且他在于田国的记载也非常多 比方说在于田国记载了一些寺院的情况啊 哪有寺院呢 哪的佛法比较昌盛啊 哪个地方又有什么样的传说呀 记载了很多啊 我们这里也不多说了 因为我们之前在于田国的 在和田地区旅行的时候 也带大家去过一些当地的遗址和寺院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找找这个复古之路 第三季的视频和田那部分 就是因为玄奘在于田地区记载的非常丰富 所以在一百多年前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 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这本书 找到了很多当年玄奘记载的古城遗址啊 所以也是盗掘了很多当年珍贵的于田文物 玄奘当年把大唐西域记出版出来 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本书却成了西方探险者的盗宝手册啊 如果他在天之灵如果知道的话 我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离开于田国继续向东走 这一段路都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园行走的啊 这段路自然风光和条件什么样 在复古之路系列的视频里边我也拍给大家看了啊 基本上都是经常有沙尘暴 而且路上的水草也不多 向东经过沙漠之后呢 就像以前一样啊 没有水草 所以一路上也只能变名 商旅的尸骨啊 还有动物的尸骨啊 来变名道路 到达了这个切莫国 切莫国再往东呢 又到达楼兰国 最后抵达大唐的边境 与大唐的官吏会合了 碰面了 得到了大唐的补给 还有马匹 然后于是呢 这个时候于田国的随从和向导 就让他们返回吧 玄奘就让他们返回吧 别往东走了 反正我已经到了我自己国家的边境了 前面有人护送我了 啊 你那个 你们也该回了 休息去吧 唐朝还向这个于田的随从和使者呢 赠送了很多 这个财务和赏赐 但这些使者呢 都没有拿 直接就走了 到达敦煌后 玄奘又上表朝廷 唐太宗接到信后 知道玄奘快回来了 于是让当地的官员迎接 玄奘得知 唐太宗当时正在准备远征辽东 远征这个高丽啊 就是我家乡这个位置 就是辽东地区 就是今天的辽宁安山丹东 呃 本西 在往朝鲜半岛那边走 就是那这一片地方啊 玄奘呢 知道他要远征了 所以怕回去晚了 见不到唐太宗 如是呢 于是呢 就加快了行程往长安赶 因为他怕回去 见不到唐太宗 这个翻译佛经的事 在耽搁了啊 所以他就想赶紧见到唐太宗 所以赶紧利用一切的时间 回去翻译佛经 到了长安城西的曹河边的时候啊 朝廷还不知道他回来了 还没有人出来迎接呢 也没有一个仪仗队列队欢迎 但是当地的一些民众呢 听说法师回来了 于是呢 就纷纷前来观看 玄奘一行人 因为人太多 没办法往前走 也不好进城 所以呢 就在曹河边上过了一个晚上 贞官十九年正月二十四号啊 就是过完年没多久 京城留守梁国公房玄龄 听说玄奘回来了 就赶紧派下属前去迎接 玄奘沿着曹河进入长安城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曹河 在长安什么地方啊 如果有西安的朋友 可以留言去跟大伙说一下 书中的记载就叫曹河啊 我不知道现在叫什么河 房玄龄迎接玄奘 接到了都庭义入住 一路跟来了非常多的 长安民众来观看 当天这个朝廷就通知 各个寺院要准备一番 让玄奘带回来的佛经佛像啊 都安置在洪福寺 每个人都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高兴啊 争相装饰自己的寺院 非常的热闹 第二天 大家汇聚在朱雀街的南头 几百件华盖经番排列整齐 玄奘带回来的佛像和佛经啊 共用了二十匹马拖回来 所以数量是非常巨大啊 所以他着急翻译佛经嘛 本来在印度那个占卜的时候 就说他还有十年活头 这么多佛经不赶紧 利用一切时间翻译出来 我估计他是不甘心的 每个寺院呢 都准备好了迎接玄奘的 佛经和佛像啊 所以每个寺院都装扮得 非常华丽 非常的隆重 乐队呢 也是夹道欢迎啊 奏响这个佛教音乐 后面还有人手捧香茹 跟随的这个僧侣也特别多 一同来到了朱雀街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当时的画面啊 百姓呢 也都称赞这件事 是非常稀奇的啊 都几百年也遇过 这么一件事 纷纷都忘掉了 陈氏的一切烦恼 有幸见证的这种场面 从朱雀街到洪福寺呢 一路上有几十里路 官员百姓 僧众都一起一路观摩 十分拥挤 非常热闹啊 官府呢 当时还担心发生踩踏事件 所以就下令说 原地观看就行了 不要移动 你们如果想举行什么法事的话 也都在原地 带着别动就行了 因为怕一动一走起来 容易发生踩踏 于是这个朱雀街啊 大街上 包括长安城啊 到处都泥漫着 这个香薰香烟 然后还有到处都是鲜花 李赞的声音 很多人都看到天空有 五彩祥云 就在太阳的北边出现 当队伍抵达洪福寺的时候 这个五彩祥云 才慢慢消失掉 一切安置 妥当后呢 玄奘就 前往洛阳宫 在2月1号的 宜鸾殿 唐太宗和玄奘相见了 唐太宗对玄奘 慰问了一番啊 就说 法师离开时 为什么不向我通报呢 玄奘说 我离开前 曾再三向朝廷奏请 但是因为我的 可能是因为我的诚意不够吧 所以没能得到恩准啊 我实在太着急 想吸取求法了 所以就私自逃了出去 非常的惭愧和恐惧 也希望 大王您呢 不要责怪我 唐太宗回答道 法师啊 您已经是出家人了 已和尘世脱离 能舍身求法 惠力苍生 朕很高兴啊 法师不必烦恼和羞愧 只是我一想到 这一路山高水远 风俗各异 非常好奇 你是怎么到达印度的 于是呢 玄奘就解释说 我这一路能平安的走过来啊 都是得到了皇帝您的加持啊 您的这个天威响彻西域 一看到从东边来的僧人 他们都会以为都是从东土来的这个高僧 都知道 所以就特别的欢迎啊 弯腰鞠躬表达对您的敬意 况且我亲自承受陛下的教化啊 以仗陛下的天威 我才能平安往返 没有任何困难 这也是拍了一下这个唐太宗的马屁啊 唐太宗就说啊 这是法师的客气话啊 这哪里敢当 可见唐玄宗也知道啊 随后又询问玄奘西域各国的一些有意思的事 比如说地理地貌啊 风俗物产啊 宗教信仰啊 气候啊等等 问了很多啊 玄奘也都一一的给介绍了 就这个就跟当年张谦从西域回来 跟汉武帝讲西边的事一样 其实这些皇帝对西边的这些东西更感兴趣 但是像对你玄奘这些佛教 宗教可能兴趣不是很浓啊 唐太宗听完之后啊 非常高兴对大臣说 当年福建称建士道安 和尚为神人啊 满朝都非常尊崇他 我看玄奘法师说话典雅 庄严 思维严谨 不愧于古人 甚至超出了古人很多 赵国公长孙吴继说 我曾看过三十国春秋 看到里面叙述这个士道安和尚的事迹 实在是品行高杰 博学多识的人 但那时佛法刚刚传入中原 很多经论都不全 虽然钻研很多 但不过是佛法的枝枝叶叶 都不如法师您亲自去过佛国 探求各种奥妙的源头 亲自考察 沾拜佛计 还是您更厉害啊 完了就互相 互相商业吹捧吧 唐太宗又说 你这话说的对 又接着说 玄奘法师您亲自去佛国 亲眼目睹了很多佛法 应该写一本专著 给未曾听闻过的人呢 看一看 唐太宗呢 这个时候又感觉 玄奘具有单力 担任官吏的才能 于是就劝诫 玄奘还俗 协助他处理一些政务 玄奘说 我从小就皈依佛门啊 虔诚的信奉佛道 学习佛法 未曾听说过 儒家思想的内容 现在让我还俗 就像是让河流里的船上岸一样 不仅没什么用 反而还让他腐朽 我希望永远红传佛法 以报国恩 这就是我最大的福气了 这个玄奘一直都是坚持的推辞啊 然后唐太宗才作罢 当时因为唐太宗正在准备伐东啊 征伐辽东地区 大军呢都已经汇聚在洛阳地区了 所以军务啊特别繁忙 时间特别的紧迫 但听说玄奘来了 所以也是本来就是打算短暂见一面 虚寒问暖一番就准备起兵动身了 但是聊着越来越起劲 所以直到天黑了 唐玄宗也没走 第二天呢 唐太宗就说 我要远征辽东啊 还请法师随我前行吧 也好一路看看各地的风俗 边走呢 咱们边详聊 玄奘一听要带他走 那更不行了 因为他刚回来 就像翻译佛经 你又要带他出去溜了一圈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所以玄奘就推辞说 我刚从西方回来 而且身体呢 还有些疾病 一路跋涉 身体都已经很不适了 恐怕不能陪您一起了 唐太宗说 法师你自己能前往西方 你现在随我东行 这不是很轻松的事吗 你推辞什么呢 就不用推辞了 玄奘又说 陛下远征 待我没什么用 反而增加了行军的消耗 并且佛说 出家人不能观看战争杀人 这种事 所以还请陛下悲悯我 于是唐太宗一听玄奘这么说 那行吧 那就算了吧 后来玄奘又说 我带回来非常多 这个翻文的佛经 有六百多部 一个字都没有翻译呢 我知道洛阳附近呢 有一个少林寺 那里面远离城镇 所以比较清静 我希望能到那里为国翻译佛经 还请陛下您准许 唐太宗说 没有必要到那个大山里边去翻译 洪福寺就很安静 法师可以到那里边去翻译 玄奘又说 因为长安的百姓很好奇 他们得知我从西方回来 都围观我 天天围观我 所以弄得跟闹事一样 不但违反法纪 还妨碍我翻译工作 希望您能派人守护 这样呢也是防止出现一些差错 我好尽快专心的翻译佛经 唐太宗一听玄奘这么说 就说那行 那太好了 你放心吧 这些都有我来安排 你就安心翻译你的佛经就行 于是呢两个人就此告别 唐太宗呢 继续远征辽东 玄奘呢返回长安 入住洪福寺 准备翻译佛法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明天呢下期视频再为大家讲解 看看玄奘法师带回来这些佛法 他最终要翻译的这些工作 是否能顺利的进行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长安点赞 好拜拜